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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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開啟CC字幕體驗完整幹話 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3D 別忘記訂閱3D下方點個讚 我內心的糟糕念頭 這本漫畫已經看了三遍 只能說是目前狗糧班之中的天花板 我內心的糟糕念頭 是2018年3月起連載 單行本累計銷量突破300萬本 比當時輝夜 五等分出租女優那些戀愛漫畫還高 承獲下一部人氣漫畫大賞2020網絡漫畫部門 蘇他亞人氣漫畫大賞2021第一名 偷打一下廣告 加入會員一個月只要30元 第一集先介紹登場角色 四川金太郎 留著遮住有眼的長瀏海的陰沉少年 初二三班學生 重度中二病 性格內向 在學校裡沒有朋友 休息時間總是一個人 看著如殺人大百科一類的書籍 也會構想暗黑幻想作品 原本抱著殺死同班美少女 三田信奈的妄想 不過偶然在圖書館與之交談後 開始對她抱有好感 3D覺得把男主角當正結就對了 個性陰沉 凡事都往負面想的陰玉少年男主角 四川金太郎 因為很看不慣高高在上的美少女 也是站在校園階級金字塔頂端的陽光角色 三田信奈 每天都在妄想著要怎麼結束掉她的性命 沒想到再一次有蘭情況下 撞見信奈不為人知的一面 愛是臨時的她 藏躲進金太郎的聖地 圖書室偷吃臨時 就這樣圖書室變成了她們兩個交集的秘密基地 兩個極端對比的人 就這樣展開青澀的校園愛情喜劇 三田信奈 金太郎的同班同學 學校第一的美少女 身材高挑 171.9公分 單單雜誌的模特兒 性格開朗 有點天然 哈班上的朋友關係也很好 女生間經常貼貼 很貪吃 雖然學校禁止帶領食進學校 但還是經常躲在圖書室裡吃 硬偶然的契機與金太郎說話 兩人的關係逐漸拉近 小林謙玄 與金太郎同班的女學生 是三田最好的朋友 觀根蒙子 與金太郎同班的女學生 三田的好友 說話輕浮 實際上她的學習成績名列前茅 吉田勤納 與金太郎同班的女學生 三田的朋友 一致堅強 富有同情心 竹立翔 與金太郎同班的男學生 經常和同學開謊腔 神奇健太 與金太郎同班的光頭男學生 加入社團為棒球社 與樸實無華的外表相反 經常跟竹立和泰田說黃色笑話 泰田立 與金太郎同班的肥胖男學生 經常跟竹立和神奇說黃色笑話 圓穗南鄉 與金太郎同班的豐滿女學生 說到神奇的青睞 以上出場人物介紹完了 動漫 我內心的糟糕念頭 與其說是狗糧番 不如說是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相遇的故事 整個故事的氛圍都跟住男主 成長而改變 沒有夢幻展開 男主從那種郁悶 不信任 帶點嘲諷的感覺 到逐漸打開自己的心房 愛任何被愛 承擔責任 能很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成長和優點 很喜歡男女主角一步步去試探彼此距離 時輕時疏 忽遠忽近 察覺自己第一次喜歡的心情 負面情緒和自卑感的潰堤 這些描寫已經到巨細靡翼的程度 能感受到作者的用心 能把男主的優點跟青春期 照年略為噁心的感覺 用這麼寫實又不突兀的方式描繪感到特別驚 而且作者殷景季雄老師 有別於主角作為男生的豐富內心化 本人其實是女生 這絕對不是什麼像暗殺教士 剛知煉金術師這種兼顧各方面的完美神作 但我真的會給他很高很高很高的分數 會享受套書的程度 如果說《死神少爺》和《黑女撲》 是一季情感的快速直球 那這不就是一顆剩你毫無防備 用各種方式殺入你內心死角的感情變化球 如果漫畫有些分鏡看不太明白 動畫會比較容易看懂啦 第一話差不多是漫畫第一期的內容了 改編算是不錯 一定會看下去 看完就知道追定了 雖然看起來有點像病嬌 但這還在中二病的範疇 中二病是有意思的主動發病 治愈 而病嬌則不會覺得自己有病真的病 天安女主在被搭訕的時候看到的餅前蟹 從第二次去圖書館的時候就掉在那邊了 這是什麼奇怪的細節 看的時候會覺得男主好蠢 不過也許就是這蠢點才會吸引到女主 不過現在都流行把男女的設定對調嗎 開頭三分鐘 台詞怎麼這麼放得開 男主看上去挺陰暗的 原來是太中二了 第一集看得好尷尬 呵呵呵 可是怎麼動畫後女主變更正了 日本學校的圖書館有些是可以吃東西的嗎 兩人在圖書館的偷吃 時間 超大便當那個超好笑 請不要在圖書館內飲食 兩個人獨處的圖書館 我內心的色色念頭 我想吃掉你的一丈的去做 我想吃掉你的零食 美少女VI是個性陰塵 凡事都往負面想的英語少年男主角 不過製作水準蠻不錯的 這幾年異世界泛濫 這兩年終於有比較回溫到 當初2012左右一堆高水準校園飯的感覺 我內心的糟糕念頭 糟糕到我覺得甜又鹹 味道很不錯 很青春也很甜 不知道動畫版每周會做到漫畫版哪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問了群組的朋友 純動畫黨的人看完 說觀感比喻吸的好 呵呵呵 這不對某些青春期男生在想什麼東西 都掌握得很好 那種想要獨佔笑話啊 想要破壞什麼啊 想要成英雄啊 但是自己只是個可憐色孔子感幻想啊 又一堆心理小劇場 讓人覺得很煩的那種類型的陰角 每個人國中班上總會有這種男同學吧 不過第一集男主為了避免搭戰成功 就直接開砸腳踏車了 前面看出有點小尬 但腳踏車丟出去很爽 這部都大車蓄意追撞 躺得享受就對了 有夠香啊 比起上季的所有戀愛番都還要舒服 作者在各種細節思維上很厲害 女主看起來確實蠻好用的 是說同樣是牛尾獻服 這部的OST就用得很順暢 果然音樂效果還是很看staff怎麼運用 牛尾配樂真的頂 請在看的人放心 真男人加針女腳四川不會讓你失望 動畫很精美笑點時機也重現得很剛好 而且我把推特小短篇和四川的過去融進去 這製作足有用心好欣慰可以放心追了 女主腦回錄很奇葩一堆地方尬到很好笑 動起來家洋公配音的三田真的有夠憨的好可愛 這部前面尬完後面續集就是各種放閃青春吧 3D再囉嗦一下 孤僻悲觀的四川金太郎 因為看不慣大受歡迎的陽光美少女三田信奈 因此每天都在妄想著要如何結束掉她的性命 但金太郎在某天火燃壯見信奈不為人知的一面 個性兩極的兩人從此展開一段青澀的愛情 作者殷井季雄說 想必有很多人像自己一樣等這天等了很久 他形容本作就像柔和的建成一樣 仔細描繪了兩人的關係和心境變化 很高興能透過音樂 動態和色彩 將上述元素描寫得更細膩 另外推薦早期很好看的作品 動漫一周才更新一次 時間很長喝喝喝 原作殷井季雄當時在 收看少年參片上連載中的同名漫畫 以玩景家的三胞胎姐妹 長女三葉、四女創葉、三女一為主角 講述這三個性格迥異 長相又完全不像的三胞胎 在他們身邊發生的日常暴笑故事 同為以三姊妹為賣點的搞笑動漫作品 超元氣三姊妹和先前兩部三姊妹 男家三姊妹貓眼三姊妹的不同之處在於 本作中三姊妹的年齡相同 都是充滿活力的小學六年急生 還是思想邪惡的 而不是如那兩部作品那樣相差數年 曾參與製作備受好評的男家三姊妹 第一季的太田雅燕監督 在本作再先三姊妹的暴笑狂潮 三弟推薦喜歡輕鬆笑料劇的觀眾 不妨從中找找男家三姊妹的飲食 那今天先分享到這裡 喜歡這部內容記得在下方點個讚 別忘記訂閱三弟並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三弟,我們下次見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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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